夏米,日本,军地法斯,在《无量寿经诸节》里头,解释这句经文, 四亿洪生,飞舞境界也有三亿,有三个意思。 第一个,为菩萨长途尽忠致行,无以致止。 这个四行,法藏菩萨之道。 那这个尽土之心,长途尽土之心,是四身法界, 就是摄法界,上面,身闻,原觉,菩萨,佛。 那摄法界里面,上面四法界是净土,下面六道轮回,惠土。 啊,这个四亲,他知道。 金语,得诸佛土中之最甚净土。 四亿洪生,飞舞过净土。 啊,我不是求一般的净土。 我求最殊胜的,啊,超越这个四度的净土。 他求这个。 啊,这就,不是他的经纪了。 第二呢,为时, 虽随各自要日, 映摄取之, 今于五尘其辱暴土。 这个意思是神的, 这不是他的经纪。 这一句的意思, 实实实实实在在。 啊,虽然, 随着各自, 每个修行人的, 要与爱好跟他的愿望。 因摄取之。 啊,比如, 小臣的四国, 虚托汉, 斯托汉, 阿那汉, 阿罗汉。 啊, 他们所得的路, 他们的愿望不一样。 出国的人, 希望证二国。 二国的人, 希望证三国。 三国的人, 希望之四国。 不相同啊。 这是随到他自己修证, 他能够证的。 啊, 这个识, 他应该, 失去。 那么现在, 发藏比丘他的愿望, 是希望, 五成, 其辱, 暴徒。 这个意思是神的。 五成, 包括人。 啊, 人臣, 天臣, 神文, 元教, 菩萨, 五成。 这五种人, 能够, 通通, 都入, 十报, 庄严土。 这个, 不容易了。 这个太特殊了。 啊, 所以这个意思是神, 不是我的见解。 这底下瓜乎是, 黄念族老旧族说的, 暴徒, 是法神菩萨所取的, 就是十报庄严土。 那么现在要叫二成人, 二成是孝臣。 那他们达不到这个层次, 比小城更次一等的人天, 那天臣人臣。 要将这四种人, 统统都伸到十报庄严土。 故非凡情所能测。 这个事情, 我们无法想象。 啊, 套一句佛话说呢, 不可思议。 不可思议, 就是无法想象。 一般人说, 根本就不可能。 不可能, 为什么变成可能? 这个力度, 一厘就渗了。 第三个意思, 虽, 法报高庙, 法是法神, 报神报神。 啊, 他们的境界高, 妙。 非菩萨之分啊, 要法神菩萨才行。 啊, 普通三天菩萨不行啊。 天台别教, 是诸诸, 是行, 是会想。 都没有坚信, 啊, 都没有真正开悟。 他们, 在哪里, 修行? 在十法界里面, 佛法界, 菩萨法界。 在这个里面修行。 啊, 声闻原觉, 有在下面, 它有四尘。 啊, 上面有菩萨有佛, 那就是, 别教三天, 就全教菩萨。 他们没办法, 进入, 少土。 这里面, 五尘里头, 隐身, 欲解, 出三, 我归地狱。 这个里头, 有修行人啊, 有积累功德很大的人啊, 这三无道五, 那什么原因? 灵命中始, 一个念头错了。 啊, 为什么? 佛教导我们, 送往生, 那送往生的时候, 对往生的人身体, 不能触摸, 甚至, 他躺的床, 都不会碰它, 因为, 触摸, 他有痛苦, 那个痛苦, 一个怨恨先散了, 地狱就去了, 怕这个, 所以, 送往生, 一定要忌讳, 要懂得, 他的床不要碰它, 走路的时候, 总要立一点距离, 不忘了, 怕他身, 诚恨先, 啊, 那么, 真正修行人, 灵命中始, 自己没有这个定功功夫, 啊, 送往生的人不小心, 触犯他, 他生起怨恨先, 这样到地狱去了, 那能不能度呢, 难度, 地藏菩萨在地狱读中身, 专门读这一类的人, 啊, 读到地狱之后, 遇到菩萨, 菩萨叫他, 他能一教奉行, 从地狱才出来, 那地狱道, 过轨道, 出身道, 都有, 大修行人在里头, 就是灵命中始, 一念叉处, 多数, 他们遇到善与, 遇到佛佛菩萨, 听经文法, 他阿赖耶利的种子, 起先行, 帮助他, 很快脱离三祸道, 那这念佛的人呢, 有可能从祸道里面, 往生到极乐世界, 那生到极乐世界, 是平等的待遇, 身体身相, 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, 得到阿弥陀佛, 本院微生的价值, 神通道理, 智慧都跟佛相似, 所以他有能力, 经常不断, 化身, 到变法界去空间, 一切祝福插土里面, 去拜佛供佛, 干什么呢? 修福, 听经文法, 修慧, 福慧双修啊, 我们今天, 见一尊佛都不容易, 到极乐世界, 一切祝福入来, 你都很容易接触到我们, 那那个世界里头, 时间空间没有了, 没有空间, 就是没有距离, 少方世界在哪里, 就在眼前, 没有时间, 没有先后, 那你要看过去佛, 要看未来佛, 都看得到, 都没有障碍, 结了这些修行, 容易啊, 机会千万不要错过, 错过了, 太可惜了, 在这个无限时空里头, 遇到这个缘, 非常难得, 千万不要错过, 那么下面第三个, 为, 法报高妙, 非菩萨之分, 这个菩萨是三臣菩萨, 我能经无量解, 当可获知, 念老瓜护说, 法报而生, 要经无量解, 必定可以误证, 但是现前不行啊, 现前尚非其分, 故下云, 非用我尽解, 不是我的尽解, 是四一红神啊, 非用我尽解, 红神是广大为红, 幽随为神, 虽有三亿不同, 泡缺, 激愤, 专规复力, 世内法障菩萨, 自开, 踏离法门也, 这一句非常重要, 那我们今天讲, 信心问题, 对这一句, 要产生, 决定的信心, 绝不可以有丝毫怀疑, 那就是, 上面三种, 是普通一般的途径, 静重是特别的, 静重是不能, 把自己丢掉, 不靠, 全靠阿弥陀佛, 我能不能成就与我自己没关系, 我自己能力当然不行, 疗生是初三节, 贪货容易, 决定做不到, 但是现在, 现在专规复力了, 其他八万四千法门, 半信半疑亏朽, 这个法门决定不可以, 百分之百的信心, 百分之九十九的信心, 还差一分, 都不行, 为什么呢? 不是我自己能力, 全靠佛力, 那靠佛力凭什么? 凭四十八月, 下面第六品就是四十八月, 所以四十八月一定要认真学习, 那是我们能往生极乐世界的凭据, 也就是, 阿弥陀佛对我们的保证, 四十八月是这个意思, 真正相信, 一个字都不怀疑, 那恭喜你, 你这一生, 只要这一句佛号念好, 你就成功, 阿弥陀佛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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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